嗨,大家好,我是华英武术太极学院的鲍云红老师 今天这个视频我要教你如何来做二起脚 二起脚也叫腾空飞脚 在城市太极学院里面也叫T二起 二起脚是武术技能工重要弹跳动作之一 它也被列入中国体育高考的B考项目 如果你经常有练习二起脚 它能够提高你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的协调性 还能够帮助你消除身体多余的脂肪 也能够帮助你内脏器官的平衡 那现在来看我做一遍示范吧 好,在学习二起脚之前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用法 二起脚的用法呢 其实它是将踢第一个脚踢对方的腹部 那么对方做出反应 然后迅速地跳起踢对方的下巴跟右脚 很多学生问我 我学习了二起脚很久了 为什么还没一直没有进步 没办法练得更好一点 在这里呢,我可以告诉你最重要的三点来影响你做二起脚的 第一就是你的腿的韧带有没有松 第二点呢,就是你的体重太重也会影响你做二起脚 第三点就是你的弹跳能力有没有提高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会教你两种最基本的帮助你弹跳能力和协调性平和性的动作 第一种呢,是脚尖跳 你可以用脚尖连续地做弹跳 可以轻轻地跳 然后呢,突然加高 第二种呢,是单腿的空腿跳 我给大家做一件示范也是 空腿跳呢,向后借一步 然后呢,借惯性向上拍腿 好,我再做一次 这两种的辅助练习呢 能够有效地帮助你提高你的弹跳能力和你整体的协调性 接下来我教你如何来做二起脚 其实二起脚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单拍脚 加入了弹跳 所以你单拍脚练得好的时候 做二起脚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你单拍脚不会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所以我们首先要将左脚空腿提起来 膝盖提的越高越好 在跳换脚的时候 左脚不要放下来 一定要空到你把脚打完了 才下来看看 就是跳 好,再看一遍 左脚空起来 手呢 做平衡 然后呢 弹跳换脚 好 你学会了吗 现在来跟我一起练习一遍二起脚吧 一边 左脚提起 两手变长 微微松膝盖 右脚尖发力 向上跳 开脚 好,再来一遍 一边 左脚提起 膝盖放松 脚尖发力 跳 我建议大家在练习二细脚之前 先做拉筋 然后来练习之前的两个基本的弹跳 再来练习二细脚 那么顺练二细脚 每天要有一个量 不可以喜欢做三个两个 将是没有效果的 每天最少要做三十次的顺练 然后以此类推 你每天三十个 一个星期下来 一个月下来 这样子就能看到你的二细脚的提升 好了 今天的教训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分享 如果你想观看更多的教训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